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豪尔茜 周一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一个有名的波霸奶茶店前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市场到频频 NASDA稍微涨一点点 大家谨慎小心 等候下礼拜开始kick in的一季财报 主播我要跟你谈谈 现在市场上非常注重的一个奇怪现象 那就是短期利息 比中长期的利息国库债券还要更高 比如说两年的国库债券2.43% 但是十年债券的国库债券却是2.38% 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短期利息比中长期利息还高呢 这表明市场有三个余虑 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个余虑 那就是要为了要压低通胀增加利息 因而能够压低了整个市场的需求面 让经济的动力显得非常不够 再讲一次 为了要压低通胀增高利息 如果过快的话 因而现在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下降了 因而短期利息就会比较高 第二个余虑 那就是前景并不明朗 因而大家对短期的债券稍微有一点信心 中长期的债券就没有太多的信心 因而短期债券的利息比较高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中之重 对于前景不明朗只好握有短期 第三个余虑 那就是可能现在的整个利息倒挂的现象 可能会持续以后六个月之后会进入recession 那就是经济的萧条 这种是过去一百年来长期的统计 但是不一定正确 但是利息倒挂的确是市场上面的余虑 无论是通胀所加息的利息的过快 第二压低的需求 第三整个经济的动力不够 可能六个月之后就会进入萧条 所以因而市场才有利息倒挂的现象 愿意你把这个现象 放在你第二季的投资栏箱里面 谨慎而小心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世界有苦难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确实有平安 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因为主耶稣基督胜了世界 你跟我就有动力 有前面继续往前走的智慧 因而能够继续的布局 你自己的投资 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跟起居 愿意上帝赐福给你 在第二季继续的有聪明智慧 做最好的布局 还有一件陈赛宏 周一在阳光普照的戏谷 一个波霸奶茶店前 跟大家来报导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